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TheBang C.S.S.H.E.R. 首訓來鮑冰 Bang C.S.S.H.E.R. 阿斗 今天高仁請假 所以就找阿斗來做替工 大家不要發出留言叫高仁請多點假 都會想高仁的心 應該不會的 高仁很可愛 不會 也有人會支持阿斗的 大量 一起看 我們最多邀請阿斗多點出鏡 高仁都可以在這裡 幫我不要出鏡 高仁都可以出鏡 四個很擠 報班的人都會繼續 還有接下來有3.0 如果之前有上過1.0 2.0 有去過攝影機的朋友 如果想加入我們的Sanga 記得要上3.0 還有真的要記得自己肯練習 因為Sanga真的要你每個星期上一次練習 沒錯 不練有些困難 或者不是想練也會有困難 當然這不是一個強勁的情況 未去到 多一段時間可能就會強勁 就是再優勁一些之後 還有體能班 我覺得體能班雖然不是超級多人報 但是我覺得有不同的類別 有時候的課會比較少 有些人比較多 都出現很多多元素 還有你看到學生的大量很大 例如沒什麼動的OL 到年長一點 到現在的十八九歲大學生 到… 十八九歲大學生 這麼久不久也有 為什麼不自己去不去自己學校 兩回事都正確的動態都不會學的 你猜校隊大學就能教你正確運動嗎 操練得很邪 我在大學大隊的時候 在維龍舟隊 我們某程度上都是肚炮 我練成什麼樣子 我就用我練的方法推他練 沒錯 所以都多類型的 即是歡迎的 也都歡迎某程度上 如果你有三兩個朋友 差不多等級 或者有興趣的 一起來報 會好一點點 有時候都會好的 暫時這個階段內 都會正常放星期六 下午的課程出來 可能會遲一點點做了 同樣動作 痛症班的就是我們慢慢修訂一下 不同的事情都處理一下 那我們談談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講的就是 剛剛大家想到一個問題是 上完體驗課 在第一課 然後很多人覺得是進步的概念 相對地變回靈性上面 在所謂meditation 或者修行上面的進步 我們又擺在什麼呢 我開放了給兩位說一下 我覺得我看東西清楚了 那個不是心靈上 是視覺的那種看人的清楚了 等一等 看人不是人是看不清楚的 之後再分享 你說一下你要分別一下 你覺得分別是什麼 譬如我看那個臉色會看多了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但都是近這半年的事 一定是很久的 那個人的臉色和化妝都開始看到 看到底下的氣息是怎樣 看 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多 看會看多了 你覺得在修行上的一些靈性上的進步 就好像澄清了看東西 多了一些表面以外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這個是有趣的 都正常的 你看到的東西沒有那麼表象 或者人也沒有那麼傾向於表面化的東西 但幸好沒有變到任何朋友仔 我永遠都是覺得 你放心吧 剛剛開了第六輪 我開了兩天的第六輪 我覺得很大聲 你平常說能量很厲害的時候 會一直震的 我都震 我做的時候我震 我一直震 但那個震是 能量的反應 好像拍那樣 那樣 就是能量很厲害 第六輪 起碼是我 我不知道大家的狀況如何 但我是震的聲音 你也知道我震的聲音 就是大家都會讓我震的 我想到死眼了 等一下 我是麻瓜來的 不怕的 你只是吸引而已 不是 我是第四輪是差勁的 你四輪來查 譬如剛剛上一次 有人上完課 也有個分享的感覺 就是很神奇 譬如一二輪是古怪很多的感覺 大家手掌手遊圍圈 那些溫度的變化很大 到三輪又穩定很多 大家都OK 第四輪也是很大落差 第五輪就是各自的聲音很古怪 因為那些角色相對沒有那麼互通 就是你個人的聲音的表現 但是一二四就真的很顯著 暫時有進步的 我會覺得 失控的未至於完全地跌落谷底 但是你說進步率 我覺得是少的 始終認真 個別人都被我說 都是不夠勤力 你一天覺得自己是有問題 你就知道現在已經吸引了亂龍 你都只是在做幾分鐘的練習 其實一定是不夠的 這個沒有辦法 不過一定的角度上 我學習的課題這陣子是 慢一點 我都要再慢一點 再強一點的Patient 因為老師都出了我的Slogan 又是叫我們Patient 其中一個 為何我講的題目 包括老師剛剛出了個帖子 我會在我社交網站再發我老師的帖子 所以大家有空去找一下 我有帖子了 準備今天會 他都講這件事情 我們所謂靈性上的進步 我們自己作為修行者的 你的checking point是什麼呢 他提出了幾點 就是你的patient 很重要的說來講去 其實是你自己的個人的貨業 每天的sadana 你對於你的安全感 快樂 這些感覺的放下 你覺得越來越輕鬆 這些事情的checking 話說我在泰國 會做spa 剩下的那些 不要再詳細交代了 你走完什麼跟的那些 之後就開始前列線 沒有的 真的沒有 重點是 沒有前列線 沒錯 我是沒有前列線的 我發覺很容易 很入定 那個模式 不知道為什麼 哪個模式 被人按的時候 被人按的時候 我會很入到 他的meditation 那個模式 可能很安靜 然後腦袋又沒有什麼想法 很過人 那時候的思維就很清晰 你沒有去 我特地在泰國 跟老師上課的 那些free的空檔 我特地去這個 我佛寺附近的meditation 在河邊 特地在meditation 在大佛廟門口 那個公園 坐在河邊那個位置 我覺得能量是好的 泰國整個能量是好的 雖然大師姐說 我去完之後回來 很多其餘他覺得 但是我沒有什麼 大師姐是 他會不會聽這個節目 聽吧 好笑 你告訴他吧 他也不介意 他有介紹一間 咖啡店 然後我就想 大師姐介紹一下 行不行 隨便吧 照去吧 一去到 裝修漂亮 特地要坐車去 摩尼拉肺 又不接近地鐵 裝修得很漂亮 進去一杯咖啡 一喝一杯咖啡 反場所有人來喝一杯咖啡 這樣 現在你喝的是不同的東西 你普通的東西 的程度已經不同了 因為我沒有喝過 那些很好的咖啡 我都是普通 本來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咖啡的人 但很多人 特地突出來 還要推介人 會有這個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不同的 分別是 你那天吃過 他們那天都說 去完排毒營的時候 解禁了那一晚 覺得杯麵前鎖 沒有那麼好吃 那一塊梳達餅 入口都說 吃出一個層次來 可以感覺到 那不同的 你去到 好吃好住了 一會兒去試其他東西 當然不同 他平時是什麼生活 究竟 現在你是奢華起來 沒有沒有 我們這些不是 是平民 你說這些 你當然 堂堂老闆 我也是吃茶忌 你也是老闆 我們跟你吃的時候 不是茶忌 吃普通的東西 都是我們的不普通 不普通的 我普通的東西 吃滷水蛋 你見到 好 是 馬上不認 所以這個是 有的 例如大師姐是多些其他的感受性的反應 我是弱的 因為我時候說 我本身可能強的能量 不是太明顯的感覺 我剩下的就是我的情緒 我感覺到我的情緒的時候 我又很少判斷其他問題 我會傾向於理性處理這些恐懼 這樣 你呢 你覺得呢 進步 我如果比之前來說 應該是十一月開始跟你的 之後呢 我是覺得是穩定了 即是個人的情緒又好 是穩定了 即是內在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 而去感受這些 有一點點 V韻一點的就是 去對不同的人 開始有一點 聞到其他的味道 我本身是聞不到的 但我是看到 都會看到其他朋友仔 但本身已經看到 所以我就不可以包進去 我本身看不看到這個問題 是 即是轉變就是聞到東西 聞到味 還有自己內在的東西的改變多了 我會感覺到 例如呢 例如 以前 一定會個人會飄忽一點 沒有一個飄字 都可以飄完再再忽 即是你會突然間 開減速上得很厲害 然後現在是會穩定一點 走環你會更加認識 例如以前 我跟高人之前都談過 可能會沉了很一陣的情緒 才發現自己原來我的情緒在沉 你現在可能一沉 你已經感覺到自己 開始跌了 情緒 或者突然間不正常的高抗 你也感覺到 是呀 特別是高抗的時候 更加明顯會知道 那又知道 沒理由去堂堂一個課堂都高抗 不然 再有高抗一點 我看到你在課堂很高抗的時候 那不是正常開心 而不是他有種假象的感覺 而高抗分 那你會感覺到這個問題 很複雜嗎 他有三層層層 他有好面那層 因為他不知道小時候受過什麼遭遇 他很懂得做人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這個女生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友善的女生 他有面那一層 他中間那一層 那時候會比較亢奮 底那一層就會發瘋 就是這樣 我也理解 上課會比較真性情 他對著我都很真性情 一個課堂三四次都是很正常 大喊完笑完之後下一秒就在哭了 都常見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那或者大家覺得 除了你自己現在的感覺 你期盼著或者你聽過 任何方向下 你覺得對於靈性 或者修行上的進步 會涉及什麼或者怎樣 憶測也不要緊 純粹猜一下也可以 這個還是分享個人經驗 就是思維 就是想事情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就是對個人的判斷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是對自己的情感的判斷 看似以我所知應該是精準了 還有 例如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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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想回以前有些做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某個女生 沒有一起多或者各樣那樣 然後就會想 就是差什麼 或者其實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這些位置就會 究竟這個女生合不合我 這些我就會想得清楚了 就是這些 你覺得自己想得清楚了 對 或者個人情感會比較 理解得足一點 就是我在這個 某些人身上我想獲得什麼 或者我為什麼會喜歡他 或者個人那樣 就是中間就是 原因會理清得清楚一點 我形容那個人的詞會會豐富了 就知道多了什麼事 即是不是只能撲街 對 不是只能粗口 即是會細緻一點 究竟他是什麼 令到我有這個反應呢 如果我再次遇到這類型的女生 我應該怎麼做呢 即是很多這些內心的對答會正式 你不要說到自己好像很多失敗的 挫敗愛情經驗 要不同的回復 以及所謂在艱鉅的墳場上爬上來 進步的感覺 你不要迷惑大眾 不是 可能經歷得比較多 所以特別覺得 他不是很多這個經驗 以我所知 因為我的感情 就不會有Benz E. Sir那些起跌得那麼厲害 起碼時間我也沒有那麼長 還有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我走平路 你要走兩級樓梯 我會累的 即是我有這樣的比喻 很少他會這樣形容自己 通常都說自己運動開 操開Feed 其實你進步了 因為感情路上 尤其是跟認識得多些不同的朋友 或者聊得多 我有時候都會發覺原來 我很幸福 有些位置 無論是溝女也好 什麼都好 例如呢 你的幸福定義在 比較容易 我不知道原來我是很容易就得到 例如我打籃球 我要碰個框 跳就碰到 本來我六尺 但我不會發現 對上人來說 要碰個框是困難的 可能在感情路上 原來我覺得我給了力 其實應該對其他人來說 你這些叫比女混 我已經用了力 即會有這些情況 然後我回頭 自己回想 可能有一點錯誌 很正常 混女要這樣做 然後我就發覺 原來是要做這麼多 即會有這些 跟現實落差 跟其他人的現實落差 這個是你的現實 也是沒有錯的 這個是你的現實 是 這個剛才你說的幸運 我就有點跳了去 其實跟今天的題目很接近 譬如我都會多分享我個人 譬如生命 感情 工作 學習的所有經歷 都相對地 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一個 波蘭壯闊的生命走出來的人 但是我是用幸運去形容 因為我經常會覺得 正正是多這些經歷 多這些遭遇 多這些所謂的不幸 頂我才會幸運 好像一棵樹 你當然經歷過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後 你才絕臟成長成一棵大樹 溫室的小花一擠出來就會死 你試試找那些荷蘭玫瑰 有一棵樹出來 運輸途中就已經死了 所以一定要去大冷氣 還要真空砍好 靚靚地來 我就是在運輸途中死了 所以這個概念 我會覺得 這個就適合到 今天主題的概念 其實就是 究竟你覺得幸運還是不幸 還是其實你覺得是進步 因為這個第一很主觀 第二就是 原來很多時候都很反差 跟我們想像 這個適合形異上學 就不是純粹的 絕對性 多些經歷遭遇差 我多欣賞 雖然我不欣賞球員本身 我覺得他很髒 髒的手法 志武哥 攻陸隊剛剛出局 他說他不試 全世界都罵他很失敗 今季垃圾一樣的打法 但他說他自己覺得不是 他說視這個為成功的途徑 他說我以往都是一樣 要透過很多的失敗才成功 所以越強力跌得越厲害 其實就是告訴我 我能夠起身爬到的距離會越大 因為我得到的經驗越多 我看的是這樣 靈性的修行上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是耶穌 無論是佛祖 你說在最後的試煉 得到前 其實都是同一個狀況 是魔鬼親自出現的 無論是我要展示給你看 我給你掌控我以外的世界所有 你只需要我一個人 你可以擁有這個實際上所有的東西 而我不管你的 我只需要你擁有我 跟佛祖一樣 就是說所有的美女 其他東西給了這個世界 地球的所有東西 你最大的試煉 這個想像中 在正常人眼中 我們覺得是夢寐以求的美夢 正正落在我們的框架裏面 其實這是最大的試煉 究竟你要什麼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 我會說 為何我也想你們去表達一下 其實你覺得的所謂進步 或者剛才的幸運是一樣的 你是什麼 因為我看的框架 當然和大家已經有少少不同了 不是因為我聰明還是不聰明 而是我會站在我的方向 人們都有不同的方向 當然你看不同的儒家 如果我們說奉愛 就是純粹是奉獻 專注 這個狀況 其實沒有任何東西成功與否 因為我心裏面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敬虔的神 我將我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意識 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時間奉獻給他 所以除了我以外的所有東西 都沒有其他東西 那些東西都沒有叫成功和失敗 我只需要專注在這件事上 所以他那些人為什麼會不斷去 就是不斷去中某一個 通常是Shiva 一個特別的神的名號 好像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那你不斷去講這些東西 那你不斷去做這件事之外 都沒有所謂成功和失敗 但對於他們最後來說 就是我能夠把所有的奉獻 所有 好像德蘭州女 他覺得是有意義的事 和我們覺得是有嘔心的事一樣 他去照顧麻風的病人 在印度加爾各答的時候 但其實我們正常人是很恐懼的 不要說是屎尿皮血肉模糊 濃逆的東西 而是這種狀況 但是對於他來說 這些只是一樣 因為神給他的預子 就是我們要照顧有需要的人 這些在世人眼中就是需要的人 他能夠為這件事而服侍 在他眼中日最幸福的時間 你讓他在大堂裡面講學 你讓他在最好的地方收到 對於他來說是苦差禮 這件事我會想看的是 大家不同 當然有角度 歡迎開啟討論的 但是很難的 因為很難的討論就是 在不同的學派 不同的門派 不同的宗教 其實每一個指示都不同 去到基督教其實可以簡單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只需全心存而相信神 哪怕只是一瞬間 如果這是你最後生命的瞬間 這就是你的所有 那你已經成功了 但是不是的話 當然會不斷改變 所以不斷試煉 不斷地你要堅定到最後 那這件事就不同了 你覺得呢 或者你也可以說 有講一些 我會覺得 以前可能在乎其他人的想法會更多 而不是真的做自己的時候 現在發現 終於可以有一些位置 應該其實要做自己 或者為自己去想 然後走出來那一步 不可以被人欺負到你是底線的位置 你一定要為自己出聲 這個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上課這麼多的時候 是接受自己和改變 這件事 所以加上攝錄影機的時候 就想得多了這件事 就是接受自己多了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一個進步 也可以 這個也是一個大的進步 就是看回你自己本來 本來你不夠接納的 接納到自己多一點 當然是一種進步 來吧 剛才你還有話說 我剛剛想起 就是 我說去旅行 沒什麼做無聊 然後就聽歌 就聽起這個 《月老》那首歌 叫什麼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然後就上網看這套戲的簡介 然後這套是個簡介 因為我一定不看這些 我看愛情片 不敢看的 然後就是我看 是不是都是《九百刀》的《月老》 好像不是 不是很有印象 好像是 我也挺喜歡看《九百刀》的文本 之後呢 為什麼我突然間有興趣呢 就是我看到《月老》的MV 那時候剛好吃了少爺 然後就看那個MV 為什麼這個愛情片 是科幻片來的 然後就 我問是不是 我不知道吃了什麼 有玩過呢 我問問 原來那個 不知道是女主角 還是是《月老》 我又看他手上 為什麼射一些東西出來 有光 也不是 如果你有看《九百刀》 如果就是《九百刀》 是《九百刀》 剛剛看《九百刀》 之前的另一套 又是 慘了 那個女仔 就是他御用女主角那個 對上一次都好像神怪片一樣 當他那個男主角 努力追 電單赤信追回女主角的時候 他會突然間頭頂 變了一碗面出來 這麼搞笑 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他的能量會是這樣 陳面熙嗎 你說 他有很多這些東西出現 原來那個是《月老》來的 所以他是一個神仙 半神仙 然後原來這套劇 不是這套劇講的 是講他不知道怎樣 那個女仔 總之他們死了 但是他要繼續做《月老》 就是幫人牽紅線 就可以繼續留在人間裡 然後去到某個位 那個男仔 幫他不停牽紅線都牽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那個男仔 就是他 還是不知道幫那個女仔 牽紅線的時間彈 總之原來他還有一個人掛著 所以《月老》永遠都幫不到牽紅線 就是那一刻我突然間入什麼 就是掛著那個男主角 是不是 所以我就入了 就是為什麼牽不到紅線 我那一刻 因為我看尷尬 都不會看到戲 放不了一下 是呀 就是我那一刻就突然醒了 就是在這個 又 那個奇怪的神智狀態 然後再去做SPA 突然間沒辦法回到泰國的概念 就沒有了 沒有了 突然間梅窩回到泰國 我就說你做成功了 離開了 不是 因為泰國回了梅窩 沒有回到 沒有回到 他終於從梅窩出來 所以他才去到泰國 他那個人雖然已經在泰國 但是他還有部分在梅窩 現在就說 才發現原來梅窩的部分留下了 就是我們經常說散失了的片段 那一刻好像被人拿刀 黑狗 我看電影很尷尬 沒有 你沒有被刀 你只是看到鏡子 才突然看到自己這麼醜 因為那一刻是你和自己的對話 這把刀是別人的隊 兩回事 你的感覺應該是這個會近一點 如果別人點聲 這個是你的 所以我好像是咬飛正傳 然後張國榮那句 聊張曼玉的時候 那家事多仔 就是講你一句 看著這一分鐘 你一分鐘是朋友 但是這一分鐘 其實我消耗了給你的 這是我消耗出來的 其實真實我們永遠都是 你不放開他這一分鐘 永遠都不會消失 因為這一分鐘永遠都存在 譬如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就是 經常都有的 網上很多人很喜歡問 女人很喜歡問 我幸運 我沒有被女人問過 因為我真的會拍七句 就是 你最愛是什麼人 我回答不到你 我回答你 我十二歲的最愛 十二三歲的最愛 有機會是AV女友 是我初戀 我到我第二個女朋友 我最愛 原理上 就是當時那個 總有一些不是 但是女朋友不得了 一定是最愛 我會說 如果你問我 黑骨銘心的愛 我回答你初戀 我第一個 但是 直到多久之後 我都會回答你 是的 因為那個是我第一個的愛 但是 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 未必 這個是分別 我會覺得 你放不放下 你不放下 他永遠都是 因為那個時間不會改變 你的經歷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一些所謂不幸遭遇 也都是你不放下 他永遠都在 你可以試試 我老師說他自己試了 他爸爸過世的時候 他不是在印度 他在第二次教 他說 其實他當時控制到自己 教了所有東西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回來 或者他靜下來 一回想 他已經說 淚斌 情感反應 他說他試了很多次 反反覆之後都是寫 明明你在家裡是沒有事情做的 沒有問題的 已經處理了幾年後這件事 但是總之你嘗試坐在那裡 控制情緒的時候 一想他就有情緒了 因為人是在一個回路上不斷出現 你放不放下它是一件事 你不能夠放下 和你不放下 是兩件事 有些階段是你不能夠放下 譬如新鮮熱鬧出現的失戀 情感或者一些測試 你當然是放不下 但一段時間後 你應該是放下了 但你都不放下 那是你不放下 沒有什麼理由一段情愛的記憶 你是應該糾纏著十年八年 這件事是你的執著 如果罰自己就是我執著 甚至乎這個我經常都討論 自己又罵人 就是掃食這個也是一個概念 你堅持你只能夠掃食 這個就是一個我執著 因為吃東西而已 你很想去吃素 這件事已經是更慾望 已經要執著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們去控制的 我經常都說一些人 你如果不是去到三兩代胎女數 你爺爺爺爺已經吃素 你爺爺爺爺已經吃素 你爺爺爺又吃素 頂到你也是生出來前已經全數 概念上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所謂 正不正統可以 大家都留著一樣的東西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這些是執著我們的 所以剛才你說的那個畫面是放下 突然發現原來是我 原來是我不放下這件事 人家可能不記得做 而且很瘋狂 而且在那個旅程中 你是不是因為吃了太多東西 弄得你很瘋狂 不是我吃了一夜而已 你吃了一夜 你是不是吃得很厲害 我吃了一夜 而且不是說很明顯有分別 常常有人放鬆了 思路會跳脫了 但又未去到失控 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還未拿跑 還未拿跑 有段時間 上半身還未取 因為整個旅程很有趣 就是我一出機場 不是在香港機場 一出境 一出境我就看到有個女生 突然好像認識我 很熟悉的 這樣看我 然後我回想 我不認識你 還是想一想 以我知名度 有女生認識我 是很正常的 很壞的 我跟高雲在那裡 我又會跟高雲說 他又來了 但他又沒有跟我打招呼 你用一個很熟悉的朋友的眼神 看著我 他都看著我 但他又不認識我 他又不認識我 為什麼不認識我 他不認錯人 原來我不認識的 這個人就算了 但世界就是這樣 這個女生的外形 過於那樣 就是很像 很像那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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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總之像一個人 之後呢 男人女人都好 很像一種菜 然後呢 我的菜 我就在那裡思考 之後就上飛機 很空閒沒有東西做 上飛機 講清楚一點 上飛機 沒有東西做 就一直在想 我就釐清了很多東西 竟然在一些 戴著耳機 沒有人理你 的狀態下 那個思考很好 我覺得 之後就 其實 平時不是這樣的 平時也是這樣的 平時是 因為有公事繁忙 又要想想 講什麼話題 怎麼說好 講什麼有趣 之後又要錄音 什麼 很多這些事情 反而一上飛機 去外地 完全跑低的工作 那又多一些 自己的腦 想想這些事情的時間 好 我介紹你 我喜歡去浸水 或者浸浴 例如我在泳池 都會在水裡 經常被吉祥人拍塵我 怕你死了 睡在水裡 而且我的呼吸又長 我真的可以 正常人來說 都有兩分鐘氣 在水裡 經常被人拍你 拍了三次 之後 那個吉祥人說 先生先生你不要玩我們 好嗎 我只是在裡面想事情 和休息 但他認為我只是在玩窒息 你試試拼著人 一一樣 一一樣 你不是浮嗎 我都是遮住了大半個人 我為什麼向下 因為我懶得一直在水裡 你不會蓋起來 但你蓋起來 你蓋起來 鼻子會突然吸水 我會很不適 在水裡好地地 是舒服一些 那跟我浸浴 例如我喜歡浸在水裡 這個感覺 會有接近的感覺 對於我 之後就想 然後再想回這些經歷 想回我見到一個很陌生的女生 之後就想多很多 究竟這個人的性格是怎樣 究竟這個人是怎樣 其實是否適合自己 突然間我會說 你跟毒癮一樣 我看著眼睛 就想生孩子 我不是說陌生那個 是陌生那個 令我聯想到A 然後我就想一下A 那個不是FF 那個是回想 你弄清那些字眼 他令我回想 然後我就發覺 其實一切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都 突然間有這個很明顯的 你這是不是周星馳那句 凡塵俗墓 你戴上金剛圈之前的概念 他問你 你不會有不捨得你嗎 孤陰大使問你 然後過去那些有他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 對 那類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旅程也是這樣 很有趣 你戴金剛圈 你到底會變成人套 子宮環 都可以 他有子宮 子宮環應該沒有這個效用 子宮環應該沒有這個效用 沒有的 好的其實是好事 這個也是某程度上 你會看到 你不夠放下 你不能往後看 即是不能往後看 即是不能往後看 亦都反過來 要很多人接受到自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比如剛才我跟另一個學生 聊天 就是假髮這個問題 譬如男人沒有頭髮 真是慘 但是我說沒有辦法 我們說可以戴假髮 假髮 究竟如果你是純粹 你覺得你要掩藏這個缺陷 而戴一個假髮 還是純粹我覺得微觀一點 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在情感上 也對你的行為上有分別 譬如你純粹是 例如女性化妝 我想再好一點 或者我覺得某些妝容上 我需要所謂表現出來的效果 始終有社會的邏輯 還是我純粹覺得自己不漂亮 我要靠化妝品遮掩自己 這兩件事已經完全不同了 從本體我這個角度出發 已經是兩個世界了 譬如假髮 我也會提出 如果你接受到我是戴假髮 譬如我脫掉了 我很自然的 或者我會知道我是戴假髮 我不介意公開這件事 那就無所謂 這是一個某程度上 始終都是形容的社會 或者人我們都 除了接受到自己以外 我們都會有幻想 有愛美的表現 這個可以好很多 我老師就會說 他之前也有推出一個帖子 大家不斷經常說他的 說他很多 黑髮髮 即是灰 白髮 然後又說他 開始發善後移 他說所有這些事情 很多人都會說這些 譬如你又不夠瘦 我老師是強壯大隻型 但人家眼中的瑜伽導師 要很瘦 他不斷說這些事情 他說這些是其他人的恐懼 投放在他人身上 例如保險 這件事 不斷強調 你買保險 因為你害怕 你不害怕嗎 你不害怕你有事 你家人沒有保障嗎 你去到那裡怎麼辦 你的小朋友 每個人都問這些 但其實這個是把他者的恐懼 投放在其他人身上 其實他真的在用這個恐懼的手法 作為一個技術 但實際上是沒有關係的 你問我我真的沒有 你家人怎麼辦 他的事 你不為他著想 我怎樣為他著想 我都死了 我與其現在為他著想 不如現在我拿每個月工的五個水 去請他吃飯 我會這樣回答 不要說我本身熟悉這個消殺伎糧 我讀過 這些事情 老師沒有我 我是這個樣子 我接受我們 他經常說 有了一年多這件事 他感恩這件事 人本來就應該勞去 我們都會說 有人投放出來 Show me the money 那套戲 German Cryer Tom Kuz那套 我忘記了中文是什麼 甜心什麼什麼 我忘記了 就是說他做經紀 運動經紀 有一個黑人的橄欖球運動員 有一個小孩子 白人的 有人投放了近照出來 幾十年後 這個樣子和他的樣子 哇 Tom Kuz比他更年輕 好像 TOP GUN的女主角 第一集說 我很慶幸 我現在是一個麻 我有這個樣子 是正常 起碼我高興 我不用為我的工作 或者為一個表現 而令自己變成一個 不是我現在的樣子 某程度上 他不是在串 Tom Kuz 但是現實 大家看到 大家都拿來 鞭屍地鞭 女主角 就是因為覺得他 哇 其實這樣反過來 原來是Tom Kuz 還要保持他 30歲的樣子 你想想 劉德華到現在 經常被人說 不能吃飯 吃不到飽 要不斷保持運動 張柯有說 我很享受我現在老去的樣子 我很享受 但是聲線上都會弱化 會改變 我就轉換 就轉長腔 50歲的時候 我是擁有50歲的長腔 我不用50歲的時候 還要扮一個20歲 聲音紅壯澎湃的聲音 是應該的事 這件事我覺得是這樣看 我們接受自己的概念 當然 我有時候都會嘗試 我會看到一些其他的瑜伽導師 特別有很多美女的老師 你看到我 我相對地容易看到 當然你當我冤枉他 有棟刀的痕跡 當然我會在腦裡很清晰的 可能他在未接觸瑜伽前 他已經撿了你 接觸瑜伽後 你是應該接受到自己多些 如果你接觸瑜伽後 你都不能夠接受到自己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拿什麼去修行上的改變 你不是由你出發 這是真正的自己 你剛剛提起大假法的問題 我當然沒有 未需要 未需要 希望都不用 不過不要緊 但其實我最恐懼的那件事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戴了假髮 正常人就不會看到你脫假髮的樣子 你不跟戴帽會脫帽 但其實都很看你的心態 但很容易會跌入陷阱 就是你越來越接受不到自己脫髮的樣子 然後去到可能我當你認識了另一半 你是不是一輩子在她面前都不脫假髮呢 總有一刻要脫假髮呢 那為什麼不直接跟她說什麼 是假髮呢 是的 然後我 這個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到那個 例如女生化妝 因為我有認識過一些女生 如果你是真的男朋友 日本人的那些概念 日本和韓國都有那些概念 我告訴你 睡覺前 你睡前我就化妝 你起床前我就化好妝 會有這些 其實是不會的 認真說一句 特別是老夫老妻 還可以激情期間 你怎麼可能化了什麼妝 都用到一隻狗的樣子 枕頭就整個妝在那裡 有個樣子在那裡 半塊臉都是 那你怎麼會 對呀 不過當是都市傳說 反而這些是會很不好 很影響到 可能雙方建立那種信任和親密關係 你又會覺得 你永遠都不是真面對她 是會奇怪的 當然也是現實的 這世界上很多真的一面 其實不是那麼適宜給人看的 所以獨處和一個私人時間 是這麼重要的原因 有很多事情其實真的不需要 或者不適合給別人看的 這個很認真 你不需要共用一個廁所 而擠暗瘡給別人看的 就算你會擠 對方也知道你會擠 但是你不需要在眼前擠給她看 也不用面前 開大有時候沒辦法 空間限制 但是你不需要在她面前問給她看 這件事是不至於令人高興的事 我相信大家在娛樂上 除非你特殊的興趣 當然有時候就是溝通 這個是整個人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其中一件事 剛才我會說 所以在我的角度上 所謂修行靈性上的進步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接受自己多了 好像我斗實才說 你會發現你越能夠接受自己 當然這種接受自己 不是萬無目的 所以我經常強調 你怎樣去判斷那個自獨 而這個自獨我們強調是真正的自獨 那種真正的自獨 其實要透過很長的經常去反省 你真的要感覺 那怎樣來呢 你的練習和你的靜下來的練習 你很多聲音 很多雜訊 你沒辦法知道這件事 那慢下來 某程度上 你能不能夠慢下 即是悲哨 又消化到第二個點 老師說的悲哨 你能不能夠越來越內心 因為你會知道 原來越來越發現 這個世上很多事情是沒得急的 不要說應不應該 沒有外線 沒有 例如剛才你說說你的紅線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得悟 什麼時候才會醒覺 對某些事 明知它是品質一樣 譬如現在你說的飲食物項目 每天都要放兩個麵包 跟垃圾一樣 那當然 我不從你的角度看 我經常罵別人 吃麵包沒有營養 但是很明顯 普通的澱粉質 不要加工品 飽吐性又低 你靠你又不夠 整體上 上下下幾十樣東西 但是覺得吃高餐吃麵包 不適合 還要因為他奶 還要吃不適合 垃圾的配套 這個要自己知道 牛奶是否真的好 也有很大的相確 大家都完全知道 但問題是 市面沒有人奶買 市面 誰叫人奶賣 我也會買人奶喝 如果真的可以 我會的 找個奶媽 真的要找個奶媽 挑釋找Jimmy出來 這個是很難的 Jimmy的水袋 會爆了 對 爆了一邊 還有第二邊 那個不是陳百祥嗎 陳百祥是另一句 所以整個狀況 你會看得到 很多東西原來是沒得急 慢慢慢慢 由這個點 又適合第一部分 就是你會放下 你究竟能夠活到多少 老師經常強調 你不要無緣無故 我們要聽Mantra 你不要去聽Shuva Mantra 因為Shuva Mantra 其實是這樣 我不想想Shuva Shuva Shuva是一個破壞和毀滅之神 大家經常說 為什麼它毀滅之神 但它是再生之神 因為破而後 破壞的是現世 立後的是靈性的世界 所以它會把你現世的 破壞 所以如果你不斷崇敬Shuva 你會出現的狀況 就是把你剝離 無論是人際關係 親人關係 愛情關係 即他會把你抽離這個世界 還有Shuva是強大而粗暴的 他的表徵是一塊瘦皮 加大量攻擊武器 他會把你生吞活剝式 剝離這個現世 即是你會面對前所未有 如果Stella想要的話 你會改變 我們經常說 黃色的概念 你才會抽離 把你剝開這個概念 那你會選擇 因為真正的選擇 是你不能選擇的 譬如情感上是自然而然地走 或者去到一個地步 它已經消失了 這些過程裡的事情 是沒有選擇的 所以自己可以試一下 我不建議 我未去到這個地步 真的能夠合眼 斷綠肉的這個概念 Letting go 放下 放下包括很多東西 譬如你的想 很多時候 想就已經是一種執念 除了慾望以外 我剛好說到這個題目 又是關於旅行事 這個就是旅行員 旅行員 乘飛機回來 Netflix會單劇看 我看這個 六角男孩第二季 不知道 頭兩集 有一個時刻 拍攝 男女主角想借電話 六角男孩就是一個 有世紀瘟疫後的世界 然後呢 總之電話通訊又不是很多 然後有個餐廳裏面 有個電話 永遠有個女人 就不讓人用 因為她是店主 她不讓人用 為什麼呢 她等電話 對 她等電話 如果你用那個電話 剛好我的愛人打回來 就閃線 你就聽不到 然後那個男主 不知道女主角就問 那你在這裡等了多少年 九年 那電話有沒有響過 沒有響過 那我那一刻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一下就是 她有沒有聰明過 那個電話 不是 她是沒有聰明過 對 她沒有 然後她每天都在等 這個某程度上就是一種 就是 如果你看日本漫畫 很多 茅圖一雄 鬼片那些 甚至乎現在很糟的 很喜歡找回香港的一群 80年代拍鬼片 公司片那群人走上去拍 然後又找人 假扮林正英那些 那些鬼片 經常說怨念 這些就是怨 地綁靈 就是這些 因為你不放開這件事 當你放開你就沒事了 這個就是那個場景 所以對了 再去下一步 其實你什麼時候發現 靈性的進步到某一個點 那個才叫做點 就是你不再去想你的進步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當你很努力去檢查 我是不是會進步的時候 或者我又進步多少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執念 這種就是許速駁著你的進步 所以究竟你有沒有進步 你乾不乾淨 鏡上面有沒有塵 其實這些全部就是看到 不需要的東西 快鏡乾不乾淨 你的心不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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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乾淨的時候 快鏡污髒 其實你都不覺得它很髒 因為世界本來就有疹 甚至乎你說 就是藏污蠟蠟蠟 世界本來你覺得有污蠟 就是藏污蠟蠟 沒有污蠟就叫自然 我經常都說這個概念 對於我們的精神病 depression患者 就是你沒有太陽 當然覺得心情差 但這個實際上很簡單 一個不負責的說法 經常說六合彩陽 得中和不中 有太陽和沒有太陽 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有太陽你摸好一點 沒有太陽 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才會慢慢幫自己復原 這個就是那個狀況 當你糾結於那種 你的精神或者靈性上修養的進步 你就跌入了這種不進步的概念 甚至乎退步 因為我們在做的就是 在靈性上靈性的道路裡 其實就是在說 不需要攀比 你的進步物就是攀比 給誰呢 給別人 我和自己比呢 而一樣 這個是我瑜伽堂所說的 你今天伸展到這裏就是這裏 你昨天伸展到極限 很好的狀態 過去 明天不能知道 你只有這裏 你永遠只有這裏 既然你只有今天這裏 你何來進步這件事 你今天就是這裏 因為有進步你就會接受另一件事 就是你會退步 其實原理上沒有這裏 你有好的時候有低的時候就是這裏 低的時候是客觀的良度 並不是一個評論 它是一個測試 不是一個評論 我們自己看其實應該是這樣 譬如有時候我們課堂都會說 有學生的進步 那個進步你看到 除了能量上我們感覺到它高低以外 就是你看到它一段時間內的貶化 你會看到它對自己練習的提供 譬如有幾多學生經常問我 我已經做了幾多次這個五分鐘 我是不是要加 我經常都說 你加不加不是我告訴你 你應該感覺到的 以往就是我告訴你 就是Guru去判斷 第一我不是Guru的level 第二就是 你都不去感覺到自己可以進步的時候 你都對這件事是不是要增加存疑 肯定是不是 肯定就是這樣簡單 你不需要問我我是不是吃飽 是不需要 未飽就裝飽 飽就沒有吃 我剛才吃了很多都未飽 那就再吃 如果你想吃飽 如果你有足夠就夠 如果你想吃糖水 不就是吃糖水 你不是未飽就想吃糖水 你是想吃糖水 這件事整個過程 這個套餐就是慢慢慢慢發現你是沒有進步 因為你不在意進步 這個才是最顯性 在另一個層面上的進步 因為真正的靈性不是一種攀比 不是一個到的狀況 靈性不是高潮來的 反過來高潮到某個地步的人 高潮並不是一種高潮 高潮不再是那種你會抽搐 你需要面泛紅下 不是高潮是那個感覺 所以靈性上 情感上高潮並不需要死精 所以聽到高潮在這裏會好些 我們下集就問他 在某些狀態下 你會感覺到那種 哇 老奈的老奈高潮那種反應 你不會死精 是什麼 我分享不到這個集 可以問一下他 我猜他有吧 好像是有的 你就試一下這些狀況 慢慢慢慢他又不再是了 所以去到一個地點 一個地步之後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判斷 亦都不需要去執著 你想去穩住自己的改進 其實正正就是你不接受你的問題 你有問題就去做 那就做完了 為什麼需要改進 反過來 很多人喜歡問 或者某些特別的導師 我們也接觸過很多次那個 在上課之前 經常都問我這樣做對不對 我怕做錯那些 他少一點他少一點 我多很多 其實概念上就是 你根本不需要去判斷 如果你覺得你做得不夠好 你就努力做 你做得夠多 你前面會感覺到 所以在課堂有時候 你會看到某些學生 我特意不觸碰他 我要等他感覺 因為他太過仰賴我去判斷給他 反過來有些學生 就是我會特意去判斷給他 因為他還沒開始培養到你的基礎 有些學生你會看到我 簡直是不管他的 他問我 我會告訴他 你做夠了 只要你告訴我 你覺得有沒有改變 改變又怎樣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感覺到的是什麼 那你才會有那種 因為那是一個完全內在的系統 不是外在的 外在只是一個很模糊 我只是跟著我老師說的一些 認真我跟著我老師前前後後 總之我一世暫時到我為止 我一世人見過他的日子是 三十二十 十二十 我想我是極限 我當每一次都叫做一天 我看到他大約九十天左右 九十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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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說不到多少 我不會每次湧過去不斷問他 因為他太網絡了 其實很足夠的 我不想每一句都知道 譬如有時候我一說 我自己的腦有個問題 我腦裡已經自然地完成了 我老師會給你一個答案 因為基本上他答我們都是那些 這樣就夠了 我其實不需要一個答案 我需要的不是一個答案 我要知道我要知道的東西 所以好像朋友經常說 很多人問 拿意見 拿提示 或者去問你意見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但我都理解到 你也知道答案 第一很多時候想要認同 第二可能我只是想 分享更多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需要什麼呢 我需要支持 某程度上 推我一把 對 或者我判斷 我旅行又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怎樣 就是我訂了那些賣掉 在河裡的船 那些觀光遊覽 那些 街邊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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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船也漂亮的 漂亮的 三板 對 因為那天應該都在河附近 我沒有試過 試試訂一下 很骯髒 我幾年前去都很骯髒 那條河 還好的 都正常 剩了幾年 可能乾淨了 然後 差不多到時候 打算上船 然後 就等一艘船過來 因為那些船很大的 油輪那麼大 然後就很骯髒 很誇張 油輪 那條船怎麼擺油輪 那就小一點 輪船那麼大 一條 大過天星小亮 然後 等的時候 就越來越多人在碼頭等 當然聽到全部都有普通話 然後 普通話都多 不多 還有很難逼 那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就 走不走 給了錢 百多港幣 很便宜 可以真的 可以不去 然後我就掙扎了 一會兒 我說怎麼走不走 很多人很迫 他說裝完船 我本來想來吃 自助餐一會兒要搶 還不知道我沒有吃 應該都沒有吃 然後 我就想 不要吃就不搶 沒所謂 不吃而已 對 太多人了 然後 都餓 都想吃東西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起 早一天 就是在錄手機看到一個 Meme圖 就是 我忘記誰說的 就是 為什麼要摘銀子 就是 摘銀子的精彩是什麼 就是 那個銀子 飛到半路鐘頭的時候 你想是向公還是向自 其實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你就要摔銀子那一刻 跌下來的結果是不重要 因為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讓我先試一下摘銀子 然後我就知道了 走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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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跟等巴士的狀況一樣 就是明明他脫了班 等得久之後 你究竟等不等呢 不等他下一分鐘可能又到 是的 一零斷面就到了 這個讀Econ你應該有讀的吧 是的 那些什麼機會成本 時間成本 不是成本 我不是很厲害的 我只是認識好片面 是的 所以這個狀況 沒有的 有時候就是那句 過了你就知道 時不遇我 都不是我的 所以 然後就很撇脫地走了 然後就去了吃街邊食 吃夜市 之後再有時間去做spa 再做兩個小時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之後就覺得 是對的 這個決定 然後就 旅行也還有很多 譬如給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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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當地旅行團困 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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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困了 明明過河很簡單 30元太幣 我貼哪個 我貼哪條 只有三百塊而已 是的 但是 因為我沒有去過 雖然我賣泰國粒 但我沒有去過那條河 然後就突然間 我本身想去大王宮 那時候 我貼哪條 大王宮對面那條 是的 你穿著短褲雞翼袖 不能入到大王宮 這個王宮不行 這個也不行 但你過河去鄭王廟就可以了 好 麻煩你 如果去碼頭 這個要四千太幣 這個要四千太幣 這麼貴 一千人搭成選 對 我們這個就值得了 1200太幣就行了 噢 那我過去 我怎麼回來 你那裏可以有船回來 三十元太幣 那為什麼我不在這裏 三十元過去 這裏過不去的 會上了 閉嘴 對 只有那邊回來的 這樣 我怎麼覺得被人困 算了 總之我都給了錢 最慘的是什麼 他中間又不知道 繞了去哪裏 又要上船吃東西 都是旅客區 然後那一輛船 也有其他外國人 也挺開心 那就有他 誰知最慘的是什麼 他下船 回到大王宮下船 我沒有人過河 繞了整個大灣 他忘記了提供你下船 不是 他沒有那個位置給我下 他忘記了鄭王廟放你下 對 他忘記了放你下 他忘記了 總之我還是回到大王宮 他也沒有騙你的 他沒有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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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是這樣走的 他跟我說 終點就是鄭王廟 不是 他沒有騙你 他沒有騙你的船是這樣走的 但他其實有另一輛船 是真的靠近 只是兩邊走來走去 那輛只有30匹 就是那輛 我不是坐那輛 那輛是本地坐的 就是很簡單的 我坐過了 因為我是自由行去的 長時間我都是自己在泰國去的 我自己去我就知道 現在30匹那些已經好好了 好像天星小樑那樣 已經有冷氣了 大駕了一點 大駕了一點 但還是洋載 那輛船搭完也沒有五分鐘 我記得沒有 但我坐過程是過半小時 我記得那天坐了很多 因為我在兩邊 我去到鄭王廟 又去回大駕 我買了一件短褲背心 難道我在泰國會穿長袖衣嗎 雖然我褲袋裏面有一條 瑜伽長的那些 鬆身的瑜伽褲 我也有 知道不行 去到大駕那些很簡單 不知給10元還是20元 不是買的 可以借給你的 不就是生氣就可以了 穿背心部的人都是這樣 我還被人欠了 40度 難道我真的穿完羽絨嗎 糟糕 就是這樣 雖然我那時在泰國也是瘋的 我那時在泰國就是寒流期間 穿羽絨那些 就是香港去到 寒流期間 那一年 17年 我在泰國 16年 有凍死人 十幾度都凍死人 泰國冷到瘋 穿到賣魚絨也是要 我也冷 認真 我也穿了 戴了風褲 有長袖的運動房洗衣服 那些 真的受不了 即是他急降得太誇張 但香港是冷到混蛋 因為急降所以才會冷四天 所以泰國那邊冷到瘋 我在青邋 已經不算太誇張 我在曼谷已經不算太誇張 所以我理解你說的話 算吧 你有錢人現在被人困一下 你不在意太多 我那時也是這樣 那時我就想 我很壞 算吧 既然疫情你也沒飯要開 有他被你困 多有水 算吧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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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大氣粗 是嗎 當然 那不是怎樣 上網按鍵就可以看到 什麼 達皇宮 我有搜尋 那就是 達皇宮真的不行 混蛋 當然是可以 都是可以租的 我不知道是可以租 但他有說什麼 越來越艷 但皇宮的服裝 不可以什麼 而且去到後 他不可以告訴你 他會指你到一邊 然後門口的檔仔 會馬上有衣服可以租 全部都可以租 這些事情 再不然你就馬上買一條 沙浪褲 大人把 泰國來的 混蛋 多有生意的人 我也是這樣做 他就說紋身多不可以 那次這樣給紋身 他就馬上 哈哈 我那天有佛廟 不能夠有佛獎 馬上這樣去 OK 這樣沒問題 挺好 那時候是被人困的 你搞錯 我接受你的答案 你叫布施 是 是 你不用私審 不如孫的 你真的去蠔給別人 現在你蠔 這樣吧 幾個水 就算了 沒有人多 幾個水 混蛋 幾個水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旅行經驗 什麼 什麼 你不見他對我這麼慷慨 你不見他對我這麼慷慨 你不見他這麼慷慨 沒有嗎 沒有嗎 所以我放回來了 不要難忘記住 所以 最後整個回合 我想強調 其實真正的靈性 或者其他事上 其實我們不討論 所謂的進步 我也蠻喜歡固弄懸虛的感覺 就是 最後用了一個題目 是我們說進步 但實際上我會說 我們的進步 其實不是一種進步 不需要看一種進步 如果 當然這個是假的 我們好像看《太極張三峰》 李連傑那套 和《紅金寶》 學太極權極致是什麼 就是忘記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答案 因為根本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個所謂的行法 而靈性上的進步 其實他本身沒有測試 沒有人告訴你 什麼善恨才叫做大的善恨 什麼善恨叫做小的善恨 怎樣才會知道 所謂得到成人 你得到後你就知道 不用答案 這些狀況全部都不是用來量度 亦都不是用來攀 如果你用來期盼 這種就是一種欲望 這種就是一種窩瘦 甚至乎一種怨念 在這個過程上 我們需要的是讓它走 我們要認知自己 甚至某程度上 我們認知自己 不容易在一個所謂的 這一個 能夠超脫 這是不是必然的事 我們應該是理解的 這個也是一種 所謂的另一層面的進步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們在這個邏輯裡 並不是用來進步去量度的世界 就是好像在素理的世界 和在語文的世界 和在科學的世界 應該是不同的東西 在所謂的靈性的空間裡 我們不是量度一種叫進步的東西 我們是要看自己 你能夠把這件事發揚 做得到 其實那種是一種很大的 有時候我們用自己的功德 有時候就是那種能量 有時候就是那種修成 所以結果並不是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銘記 如果你把自己擺在一個 所謂的身心靈導師的角度 你是在一個所謂的 你踏進靈性的道路 或者你期望能夠 在靈性的方向上面 有得著 我覺得我們需要記住 這幾樣東西 就是放下 你的 dedication Dedication 是個過程 導致你能夠做到的事情 還有就是那種你要接受自己 某程度上 這個不用特別提及 因為你是理應越來越接受自己 但是這個我們經常作為 可能是一個 measurement 一個 checking point 的位置 去看自己 就是你究竟有多接受到 包括自己疾了 包括自己的失敗 包括自己的不完整 不完美 一系列的東西 這些才會是真真正正成功 它的成功並不代表一種進步 當你放下所有東西 最後你沒有再追求進步 可能這個才是最後的大成 佛祖不會告訴你 我有種什麼的東西 是我們給它名字 佛陀最開悟的人 並不是佛祖告訴你 其實耶穌說我是神之子 祂沒有說我有什麼 我有大能 那種大能是賦予給我 我的責任 祂不會用你炫耀給你看 不是好像 莫斯斯 那套戲 小朋友變成沙棧之後 突然給你看 我會飛啊 擋到子彈啊 那些不是這種 當然那套是一套 超級英文電影的 電影 但現實的我們不是這樣 希望幫到大家 我想起一堂 課堂有一次說 你要接受當刻已經是你最好的自己 這句已經是很重要 好像聽完之後 我就想起那一堂說的 其實是的 因為每一刻的你都已經過去了 這一刻我們講的那一刻已經完了 你在這裡感受到這部分的一秒 其實你已經是一種很當下 很接受 頂其實已經是一種很大的方向 因為你這一刻要怎樣 你要放下期盼 你要放下你的過去 頂你才會覺得這一刻我是被接受了 是很難的 亦都很虛無 亦都不是大家有時候想像中那種 我是永遠都最好的 這也是一個完全迷思式的概念 你接受到當下的自己不等於你 永遠都好 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有些人覺得 可能聽我的台 覺得跟著我 或者跟我上課 會覺得我會不斷讚揚你們 只要做你自己 做你最好的 不是的 我會罵了一堆 所以有些不同的 明白的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裏 報名那些 看資訊 還有看豆哥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